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秀现在开秀 2018年创造101 我认识了这个叫做王一博的大男孩 出现的时候是业务能力吸引 后来由人品陷入而不可自拔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且艰难 他才23岁 却经历了太多太多 也曾单纯年少 可怕舞台声光 月华十年 王一博九年 在十周年的庆典上 我听到了这句话 从小喜欢舞蹈 愿意学 拼命学 医生说心肌炎 不要剧烈运动 那个男孩 为了能够继续学习舞蹈的机会 一天打八瓶掉水 练习生的日子很苦 远赴韩国的学习是更难的 早上9点到凌晨4点的训练 日复一日 还要兼顾到在韩国的学业 你看呀 努力的男孩终于还是发光了 2014年 他作为UNIQ的rapper和林武 正式出道 2014年到2015年 是UNIQ多么辉煌的一年呀 这个大男孩 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被称为洛阳白母丹的他 很耀眼 很甜 把他最可爱 最真实的一面 展示给了大家 但短暂的辉煌之后 是艰难的成绩 UNIQ活动的被迫终止 不只是粉丝的一男评 也给了这个男孩 重重的一击 也许所有的苗头姐姐都记得 泰国被破了红油漆时 那个故作正进的男孩 记得那个为了试镜 在机场洗头的男孩 记得那个跳猛烟舞 因为拉丝带伤了耳垂的男孩 刚成年的男孩 可盼着舞台 可盼着回到他梦想的地方 努力争取未来 少年拼力启航 UNIQ的成绩 让男孩刚刚腾起的事业 滴入到了谷底 成年不久的男孩 为了梦想 拼命的为自己寻找机会 2016年他等到了 他参与了湖南卫视 王牌综艺之一 天天向上节目的主持人选拔 成为了天天小兄弟当中的一员 主持人对于不善言辞的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男孩多么珍惜 这样的一次机会呀 他认真地完成着每一个任务 拼命地提升自己 在其他人聊天的时候 他认真地练舞 他会主动地给嘉宾让位置 帮产物们整理东西 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 他还在坚持 男孩拼尽全力地学习 让天天向上的汪涵 看到了他的光 他被留下了 正式成为了天天兄弟当中的一员 虽然是最不擅长的主持人 他仍在舞台上 这个他自己拼力争取来的机会 给了他未来极大的影响 在这里他认识了天天兄弟 认识了一群真心照顾着他 宠着他的哥哥们 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 不争不抢 品行端正 成了那个干干净净的少年 经历极致黑暗 被迫一夜成长 很多人总是问 为什么是甜甜呢 明明从里到外 都是一个酷盖呀 是啊 那个曾经单纯爱笑的少年 王甜甜 变得不那么爱笑了 变酷了 可是 这是男孩经历了极致的黑暗 被迫自我成长 用酷盖的模样 包裹住了曾经柔软的自己 2018年 命运给了男孩重要的机会 却也给了他重重的一刀 创造101的播出 让这个舞蹈超强 三观极正的男孩 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 他说 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他用自己的实力 向观众们展示出了 王一博该有的最好的模样 但同时 恶意也接踵而至 大IP剧陈情令拍摄 王一博饰演男主之一 蓝忘机 作为书粉 我深知蓝忘机 对于原著粉们的重要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啊 这个男孩经历了他 本不该承受的 模糊丑化的路透照 无厘头的营销号 重重的黑暗包围着来回奔波 本就疲劳过度身体不适的男孩 那一天2018年8月5号 那是他的生日呀 直播铺天盖地的谩骂 打在屏幕上面 粉丝刷都刷不掉 没有人帮他处理 不允许他关掉直播 我记得男孩含着泪 忍着哽咽 说了整整十几分钟 辱骂 侮辱 他全看到了 直播 还直播 都直播成这样了 从此之后 男孩再也不直播了 2019年8月5号 又是生日 爆火的男孩 本来可以很好的 但是私生犯的侵扰 假恋情的报道 八天八夜 男孩尽力躲过 说不在意 但怎么可能呢 后来男孩 在一次采访当中说 我都不爱过生日了 彼此相互拥抱 陪你温柔成长 雪地乏贵 近世俯行 2019年 是对王一博来说 绝对不一样的一年 这个夏天 他爆火了 陈欣力播出之后 蓝二公子 是多少人的真相现场呀 这个男孩 一撇一笑 一言一行 将蓝旺鸡眼活了 蓝旺鸡成就了王一博 王一博 同样先活了蓝旺鸡 这个夏天 宝藏男孩 终于被大家发现了 ARC等赛场上 作为85号车手的男孩出征 地组的双冠军 给男孩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每个人一辈子 只能做一次新人 做新人的时候 他是第一 也就是这个时候呀 男孩的粉丝 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摩托姐姐 也是猫头姐姐 他默默地守护着 自己喜欢的男孩 支持他 保护他 曾经 男孩变群全场 找不到自己的灯牌 现在 猫头姐姐们 给男孩一片绿海 他们喊着 可爱的应援口号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为自己的男孩们 献上最最诚恳的祝福 他们知道男孩胃不好 经常生病 会叮嘱 会心疼 他们知道男孩喜欢摩托 不阻止 执着注意安全 男孩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表面酷盖 说着是 你们不懂 无语 却温柔地担心着 他们在赛车场 热不热 渴不渴 在他们唱姻缘歌的时候 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他说 希望每一个喜欢他的人 都幸福平安 也不要因为喜欢他 忘了自己的生活 男孩和猫头姐姐们 相互成就 相互温柔 2020年 男孩稳扎稳打地在走 疫情期间 带领着粉丝们 一起做公益 捐物资 以及帮助抗疫等等 复工之后 投入的新的电视剧 有匪地拍摄 允公子啊 又是别样风华 时尚杂志全面开花 代言商务也不落下 我们守护的男孩呀 终于有了 越来越灿烂的未来 那时候他说 如果娱乐圈不要我了 男孩总是这么通通 把一切的一切 都看得明明白白 喜欢的事 就要做到极致 他做到了 21岁决定的是 81岁也要坚持 他在努力 男孩呀 照顾好自己 注意休息 少熬夜 多吃点东西 注意身体 你太瘦了 继续加油吧 愿你未来 心图坦荡 2020 你记得呀 摩托姐姐们 想给你一个最好的生日 让大家都知道 8月5号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王一博 酷盖男孩 奶盖男孩 愿你未来 温柔成长 无所阻挂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